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 我的那位朋友呢 他上了二楼钻石柜胎 钻石 对的 好 不是说了让你在外面等 买钻戒啊 买不起 我带着过过瘾 漂亮吗 不就是一颗石头吗 带着心里头发痒 新戒指买了呢 这儿呢 我拿着 别动 这只不太符合你的气势 再挑个柜子 我在某个等你 这个我也想试戴一下 好 好 过瘾了 待一辈子也不过瘾 你的计划里面什么时候有算戒啊 五六年以后谁知道 算戒一般不是男人给女人买的 哪个男人会买给我 再说了给我我也不会要 好 来 戒指给你 多少钱啊 九六折 送两个水晶戒指盒 你看 多漂亮 这盒子我在百夫见过 单买一只呢 也要五六十块 你这加起来又便宜一百块 我赚了 是我赚了 一共多少钱 两只戒指是七点八克 开价是两千八百块 打完折去掉零头是两千六百块 发票在那边 要凑钱开店呢 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呢 我一会儿取钱给你 谁要你的钱啊 哎 这包包四万二 我现在根本就不会了 你起码 让我提前几年背上了 两只戒指呢 两千六百块算包包的手库 三个月内我是没钱给你了 三个月后呢 每个月给你一千块 直到夫妻伺务二为止 哎 你要不要算得这么清楚 亲兄弟要明算账啊 到时候翻脸 心里也没负担啊 是 那我们什么时候翻脸啊 谁知道啊 你说的 是事无业 是啊 三天前我还不认识你 那不会要签合同吧 要签 那 你说戒指手库包包 更要签了 那不许算利息啊 算不算都是你算 你是诸葛亮 好了 这个放我包包里放来放去的 哎 我要给受众打个电话 签入伙合同才可以 喂 我们刚到打印店 我明明有车不开 扫不清才要长征 我腿都走直 打印出来到哪儿签啊 要不然还是包子铺吧 吃包子啊 好 在打印店里面 说一会儿到包子铺去 好 走吧 先陪我去个地方 我要看房子 看房子 你要买房子 计划一年之内首付 又首付啊 我一个同学就叫包子 因为它长得就 我怎么觉得你心 肝 肝 肠 肚 肚 脑 都是包子 打开了 要不空白的地儿里面填一下 好 你干什么呀 你在这儿按手按脚 怎么填呀这是 是 赶紧填 向我道歉 什么 凭什么呀 不道歉不给你修车 你修车多少钱 我宁可不要三千块 有种 我有三千块拿 我立刻道歉三千次 所以我说你满脑子里 全是包子 臭酒菜鸡蛋 果 少众 饼 道歉 道歉 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当成一支包子 我捏死 少众饼写上 你出一万 徐天出三万 你们加起来四万 占百分之五十 我出八千 一个人占五百分之五十 赵紫会把股份送我了 送你了 他的人生物要是世界五百强高管 哪在乎这点买卖 不我在乎的 所以实际上我才是老板 一个人占百分之五十还不用干活 你们俩出钱又多 还得每天做牛做马给我打工 明白了 还有一件事我要说明一下 我头子里有三千块 是撞换你车的钱 还有五千块 是卖你妈妈保险责的回扣 不是 说起来这八千块 都是你的 我一分钱也没有出啊 没有问题我就填上了啊 你给我填吧 你爸 你干吗呀我填着的 还说我 别动 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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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打架出去打去 报警啊 我好重呢 怎么黑了 你们不会把我电脑给烧了吧 那起来起来起来 他先弄的手 没人 快进来 怎么个做贼用 早就准备好了 快进来 来 换一下 快 看 这个 我擦桌 你让起来 快进去 赵小姐 看房这么多次 第一次带先生来 那这次好付定金了吗 这个不是我先生 那男朋友不一样吗 我们想自己仔细看看 能理解 现在小夫妻 很多看房都不想要人陪 什么沙发上坐坐床上一躺 再想以后怎么过好日子呢吧 说了这个不是我先生 慢慢聊 慢慢聊 她说我是你先生 开什么国际玩笑 怎么样 这房子 不错吧 这装修怎么有点像叶总会啊 你去过叶总会 你别说你没去过啊 我喜欢 贵吗 上海十大明星楼盘啊 贵得很 你这平常不是挺节约的吗 一说到房子这么不切实际啊 过程呢一定要艰苦 成果呢一定要辉煌 一居啊 怎么也辉煌不起来吧 在严城我们家有两层 严城 两层我加起来 也不值上海这一居是 这些家居都在房价里面啊 对啊 好散吧 不过床垫太软 我奶奶 喜欢硬搬窗 所以要把它换下来 奶奶 对啊 买了房子就借奶奶过来住 那你住哪儿啊 我住哪儿 过来 跟我过来 跟你说说我的计划 把床垫呢撤下来 白天呢放在阳台边上 晚上呢铺在客厅里 一居室当两个使用 早就想好了 不是还有你爸吗 我爸成天不着家 我们一两年都见不到一回面 怎么 感动了 神经病 我想啊 其实 你可以结婚嫁人啊 是吧 自己这么拼干什么呀 长得又不难看 嫁个男人跟着我睡床垫 谁愿意啊 我说的是嫁人 让男人给你买两居室 你傻呀 那那个男人我喜欢吗 一般吧 应该还可以 如果是一般呢 我宁愿自己睡床垫 如果很喜欢呢 他和我睡床垫都不在乎啊 所以这么大刚刚好 赵小姐 赵小姐 这次满意吗 一次比一次满意吗 先生怎么称呼 免贵姓徐 明天 这道房 我看赵小姐喜欢到骨子里了 我看着都心疼 你有什么好心疼的 我不心疼你心疼啊 对不对 买一套给她做礼物 很值得 那行 那我们再考虑考虑 你再给我五分钟 行 给您十分钟 好 怎么办啊 肯定要被敲烛杠了 哪有钱啊 没钱啊 没钱你今天把这房子住一个遍了 梦里都住一百遍了 我现在还挺心疼的 心疼我 我二有钱啊 我就给你买下来 吹牛 真心话 吹牛也谢谢你 赵小姐 赵小姐 那我 我说嘛 房子可以责景夫妻感情 夫妻感情可以让房子更美丽 那我是不是可以准备合同了 可以啊 准备吧啊 喔 烂雅 鞋 跑 跑 花瓶怎么办 要签合作还不跑 走啊 快走 西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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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子慧 合同没了 被删了 你们在哪儿 回家了 你就不能不穿高跟鞋啊 他们在哪儿啊 包得破啊 合同没了 肯定他们俩又炒翻了 明天我到公司重新做 那怎么签呀 明天我就走了 回来签 回来弄不好都物是人非了 怎么没信心 那谁知道碰见什么事呢 你说的是事难料 确实难料 我改车票 不回来 没必要 有必要 来 来 来 你看 你看到了吧 一应俱全 这么好 这么温暖的家 我相信是个人都会喜欢的 照片还空着呢 她一回来就拍 洗出来 放进去 这还不简单 阿姨 要改口了 心里发呼 一点都不要慌啊 她这个人说不准啊 我叫你一个电话都不要打 她这个人 你还不知道啊 你让她往东她偏往西 你要不搭理她 她反过来凑你 她要是不回来 我以后在盐城没法带了 她说过不回来了 接呀 接 接 快点 喂 喂 喂 小丽 妈订的那个车票能不能改期啊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 为什么 我这边合同还没签完呢 暂时先不回去了 那什么时候回来 什么时候啊 现在还没定呢 怎么了 想我了 没有 肯定想了吧 喂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知不知道啊 我最近啊要干一件大事 你想不想知道啊 我跟你说啊 我和邵仲啊 许天 不小花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稳一点啊 你每次进来个打雷啊 小丽 我先不跟你说了 挂了 我不知道你打电话呢 我是想告诉你啊 高铁票我拿到了 明天跟你一般的 到了谁接咱们呀 忘了跟你说了 我改期了 你 你 你改期我怎么办呢 你也改期啊 要我别去了 不能改 这票我都拿到手了 我要改期我还得去高铁站 高铁站多远你知道吗 我要去那么远的话 打车钱谁花呀 你给我花哪些钱呢 我凭什么给你花打车的钱呀 你这是讲不讲道理啊 你讲不讲道理啊 你都答应我的事了 咱们同学两年了 一点情意都不讲啊 不是 你是不是反悔了呀 我反悔啥呀 反悔让我上你们家酒楼上班了 我可跟你说啊 我好几个工作我都推掉了 谁让你推掉了呀 你不是说你要双向选择吗 你 你 你真的反悔了 我知道你们一直嫌弃我 包小花是谁啊 她这是要造反了 来 我给你俩回去 来 阿姨 我去上海 一会儿就走 你这又是干啥呀 我这喜铁都发出去了 她不回来 我一个人没有用啊 我去找她 然后和她一起回 那她要真不回来呢 那我和她在上海 那 那难道要我一个人 替你们结婚 你们这玩笑也开太大了吧 算我都敢闲事 以后你们的事我再也不管了 要不 直接跟她说明天结婚得了 你要这么说她更不回来了 这头酱牛你要由她性子 她早就飞上天了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不这么做根本就不行 她永远收不住心 她知道我们俩拿她没办法 我把电话给我 你给我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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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还是嫌弃我 嫌弃我菜炒得好 嫌弃我包子 面条 饺子我面是我全校第一 我两年我都第一 那个不叫嫌弃 那个叫嫉妒 你要说大家嫉妒你的话 这事我承认了 对 你们就是嫉妒我 然后还嫌弃我 那明天就去严城 我明天要是不去 你是不是就死这儿啊 你明天要是不去 对 你 你看我就撞在这儿 我就撞死了 你看我弄弄死在这儿 我上辈子都欠你 你接电话吗你 喂 听说你要改签车票 妈 对 我那个合同还没签完呢 你每一个字都给我听清楚了 明天不回来 断绝母子关系 妈 你怎么又来这一套啊 这十几年了 你天天都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啊 我这次说的是真的 听见了没有 我妈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 这比你要死要活严重多了吧 我听见了 看样子啊 我未来的老板 跟我还是一条心的 行了 那明天高铁站见 告诉你啊 你自己去 我肯定不去 你敢不去 我替我未来老板掐死你 不是什么店子 我跟你说你要弄坏的 你赔都赔不起 有病 你听到了 他明天肯定回 你放心 我跟他说了 我这次是真的 把心放肚子里啊 明天肯定回 放心 冷西肌心多重 大概后厨坏掉那只六七十斤重 一个人拎得动吗 男人还差不多 要是换我拎 最多拎两步路 通知厂商 明天一早我去去 你去上海去 让他们通知快递中转站 我自己去提货 立姐 不用去的 他们会拖运过来的 帮我买两张票 明天最早一班高铁 到上海 中午和徐天一起回 立姐 明天下午要摆喜酒 倪新娘 跑上海去领冷气机 徐天又不回来 我一个人摆什么喜酒 天哥不回来 回来 冷气机太重了 我一个人拿不动 他是男人 帮我拿到高铁站 然后一起回 刀总问起来怎么说 我会跟他说的 去订票吧 嗯 我信我治不了你 叫你会开音乐啊 我不会啊 我是不是不会啊 哎呦 别操死了 操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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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不解 我算了算去 算了算去 算了算去 算了放弃 良心有无有 你的良心够凋躁 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彻底忘记 医生 我是不是治不了你 唉呀 唉呀 ABOOK 不要玩 equally 你别听我别 给我两个信不信 儿子 京副环iğ 那我们去试试 是 那 啊 我 啊 噢 Здесь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什么意思 陪你道歉 我准备了老正心的牛排 乌克兰浓汤 你最喜欢的 花挺好看的 还有冰红酒 你在我公寓底下等了多久啊 你要是不发信息告诉我 你在公司加班 我等你晚上 说吧 说吧 别那么公习公伴好不好 三年不见 我们俩之间欠一个 互相坦诚的程序 坦诚所思所想 免得误伤 好呀 你先说 行 那我先说 之前 我们俩都有问题 分得很仓促 很后悔 现在呢 我想争取回来 以前我什么问题啊 你的问题不大 主要是我的 主要是我的 以前的已经都过去了 我们两个人不是要重修就好吗 对不对 对于一个项目的评估 可以忽略以前的曲线 对于当下交易 要注重它的品质 才能以最快最准确获得利益 结婚复婚又不是交易 先喝一口酒吧 这酒年份不错的 有年份的酒好呢 还是新出教的酒好 好 话里有话 这样也没消啊 我干吗要生气啊 生气就是小姑娘了 我只不过想正确评估 我们复合的可行性 行 评估吧 昨天我去了一趟赵子惠住的地方 怎么说呢 那个地方 真的没法叫家 他住的地方都很勉强 你跟他也好了一段时间吧 你怎么都不照顾人家呀 除了上班以外的时间 我们很少在一起 他很自尊 继续帮助 但是你跑去他家干什么 他要怎么面对 你放心 我去的时候 他正好不在家 看吧 pri们这么久 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你一定会得到 快有点连一个 milhões 他就做了 他妈妈 会儿ク联系 我们的儿子 有点小狗 父太太太 严永洲 其实 其实我有一点不自信 你还会不自信 这次回来 我如果不是集团的董事 不是上海公司的总经理 你还会接着我吗 你这么说是在侮辱我们之前的感情 复婚评估最大的威胁是赵子慧 优略比较来说 他比我年轻 漂亮倒不一定 我比他有资历 他和你相处两年 我和你九年 在感情方面 或许你会偏向我 但是在日常接触上 我跟你不在一起办公 他从周一到周五都在你身边 日久生情也是在所难免 所以不能排除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何况你们俩 现在还不是死灰 怎么了 怎么了 这么快就不需要我说了 接着说 说开不就好了 接着说 如果以复婚为目标的话 其实前提只需要有一个 你不需要我 你说 我照做 赵子慧从你身边消失 怎么消失 怎么消失 离开YDH 不是谁都能进来的 那不想离开 自退 他静静业业的工作 各项指标都是部门最好的 他的人生理想就是YDH的理想 这不是行政决定 甚至不是一个决定 作为公司来讲 当然需要她这样的员工 但是在我们的谈话中间 赵子慧只是一个女人 我也是一个女人 一个想重新嫁的女人 必须得排除异己 更何况 我们俩都有排除她的权利 对 辞退是吧 对 如果你还爱我 我爱 真的想赴婚 想 要酒吗 我现在就去找东西 以免明天再见到赵子慧 我辞退我自己 离开YDH 要酒 要酒 严佑赵 赵紫慧就对你那么重要吗 都不行为他辞职 真是荒唐 如果杰克坤这么麻烦 你再会干吗呢 好 你收拾 收拾东西从外电视馆滚蛋 你滚蛋 我也滚蛋 你想去哪儿 回巴黎 随便去哪儿 因为一个赵紫慧 我们俩都得滚蛋 他倒最可怜了 你知不知道 其实我是为你回来的 要我说几遍 我已经跟他断了 你离开三年 能让我一个人担着 我告诉你 我不爱他 他也不爱我 但人的感情总要有个填补 那这么说我要不回来 你就跟他结婚了对不对 我本来这么想吧 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 结婚这么麻烦 我还不如单身潇洒一点 这就是你的问题 我们怎么分的 我强势 那你呢 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年 我谈感情 你谈事业 我跟你谈事业 你跟我谈道德 我跟你谈道德 你跟我谈人生苦短 应该及时行了 到底哪个才是最重要的 强势 对 强势也是你造就的 你离婚 你离婚 我同意 所以我要一个人 好好地过下去 样样都看得清 分得清 你 跟你在一起的那些年 我比赵子慧 也大不了几岁 我也年轻漂亮 看见你也心慌心跳 我 是只想不为你死 林倩 林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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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